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成了当下的新潮流 虽说网上模仿居静一的网红idol千千万 但说到最初圈的 大多数网友的第一反应 还是网红公本小田 因为他对居静一的痴迷程度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看着公本小田晒出来的照片 即便是不脸盲的网友 也得好好辨认一番 才能看出哪一个是居静一 哪一个是公本小田 虽说居静一风格对不少人都有借鉴意义 但直接把自己变成他的影子 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对于公本小田的一系列模仿照 大多数网友并不买账 各种吐槽声也不绝于耳 本以为网红公本小田 模仿居静一被群潮后 没人敢再复刻居静一 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位居静一的模仿者 而且这位模仿者还不是一般人 是居静一同一个公司的新人 郑心悦 也算是居静一的直戏师妹 在郑心悦晒出的各种照片中 不管是造型妆容还是拍照角度 都与居静一高度契合 说句一比一还原都不为过 造型妆容拍摄角度完美还原就不说了 甚至连手机壳都要get居静一同款 全身上下充斥着师姐居静一的影子 郑心悦团队的目的也是 司马赵之心路人皆知 模仿居静一模仿到这二份上 不少网友也称郑心悦为居静一平替 顶着居静一平替的头衔 郑心悦的热度直线攀升 不过由于郑心悦出圈的方式存在争议 她的口碑也不太好 虽说郑心悦当下口碑不佳 但不少网友觉得 只要郑心悦实力过硬 有IDOL自觉性 后期说不定也会逆风翻盘 毕竟在娱乐圈 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还不等到吃瓜群众见证郑心悦逆风翻盘 她就被网友爆出了疑似已订婚的消息 5月12号 有博主爆料 称居静一平替郑心悦疑似订婚 并筛出了她和男友的亲密合照证明 在博主晒出的截图中 有认识郑心悦的网友直接晒出了一组 她和男友的亲密合照 并透露两人已经私下订婚 郑心悦手上戴的是订婚戒指 而且该网友好爆料 郑心悦脾气不好 私下非常没礼貌 最主要的个人业务能力差 不是一个合格的IDOL 郑心悦疑似已经订婚的消息 让不少网友都大吃一惊 不过比起她订婚的消息 郑心悦的真实颜值 更是吸引网友的注意 在该网友发出的照片中 少了居静一同款的妆容滤镜 和拍摄角度 郑心悦和居静一长得一点都不像 更别说是居静一平替了 真实颜值和居静一毫不相干 日常照片却按居静一的风格还原 看来郑心悦为了出圈 也是费了心思 甚至不惜碰瓷同公司前辈 刻意模仿居静一也就罢了 如今又被网友爆料已订婚 对于还未大火的idol来说 恋情就是事业最大的绊脚石 如果该网友的爆料是真的 那么郑心悦想要大火 还得好好下功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